谁也没想到,42岁刘若英正当红时,被小10岁富豪追求,提出不能同房,不生孩子,不做家务三个条件,男友却一口答应要求。 他老公钟小江是一个圈外人士,而且是一个金融公司的老总,如今金融做到亿万身家,身世非常显赫,而且还酷爱摄影,飙车,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高富帅。 钟小江在一场聚会上见到了刘若英,惊为天人。刘若英穿着随意,却在钟小江眼里闪闪发光,他主动和刘若英交谈,得知对方还没有对象,便开始猛烈追求,还拉拢刘若英身边的人,打听到他喜欢摄影和旅游,是个文艺范女神。 于是钟小江投其所好,专门聊一些刘若英感兴趣的话题,两人越聊越投机。 钟小江慢慢走进刘若英心里,两人发展成神仙眷侣。 恋情曝光后,传来不和谐的声音,都觉得刘若英配不上钟小江。 钟小江是青年才俊,比刘若英小了快十岁,身边朋友都劝钟小江想清楚,可钟小江坚持和刘若英牵手,还要把他娶回家。 2011年,他向刘若英求婚成功。 结婚前,刘若英提出三个请求,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接受的那种。 第一个是婚后两人不能同房,要单独睡,第二是婚后女方不做家务,不用听男方的话,第三是结婚后女方决定生不生孩子,男方没权利要求女方生孩子。 刘若英提这些要求倒不是故意为难,而是希望夫妻间做到相互尊重。 他不觉得自己的要求过分,可每个听到他这三个要求的人都觉得难以接受,极力反对钟小江跟刘若英结婚,出乎所有人预料。 钟小江毫不犹豫地答应。 钟小江的母亲快被气死了,质问儿子,你是不是你傻了,连这种要求都能答应,难道不想要孩子了? 钟小江安慰妈妈,这是夫妻间的理解和尊重,要孩子这世纪不得要慢慢来,好说歹说,说服,母亲答应,这门婚事。 婚后,钟小江真的做到刘若英的要求,两人分开睡觉,从没有在一张床上躺过,家里的家务都是钟小江在做,刘若英连地也不用扫。 为了支持妻子,钟小江会拿钱投资妻子的美部剧。 经过多年相处,刘若英也被钟小江的爱打动,45岁时冒险为他生下一个儿子。 生完孩子后,刘若英身体很差,生活起居都照顾不了自己,钟小江放下所有工作,专心伺候妻子,直到刘若英恢复。 如今两人结婚十几年依然恩爱如初。 刘若英曾在书中这样描述,一起出门,去不同的影院,看不同的电影,一起回家。 一个往左,一个往右,卧室,书房,独立共享厨房和餐厅。 我在爱人怀里其实无话可讲,静静躺在对方的怀里,也是互相信任的极致表现。 其实,好的夫妻彼此是独立的个体,好的婚姻相处的秘诀是学会独处。 绷了太紧的绳子容易断掉,管得太多的关系容易疲惫。 如果真爱一个人,别想着做他的签,要做他的大弟,让他自由成长。 他们不会抢求对方迁就自己,也不会勉强自己迎合对方。 成年人的感情最珍贵的莫过于舒适二字, 我们无法评判分床与同床哪种,才是婚姻里最美好的样子。 但是,关系再亲密的两个人,也需要有各自的空间。 只有这样,在别人的同时才不会忘记爱自己。 只有这样,在爱别人的同时,也会给予对方自由。 有了儿子之后,平日里夫妻两个会带着儿子一起爬山看海。 带着他亲近大自然,备受老公宠爱,儿子也健康快乐成长。 刘若英在幸福婚姻的滋养下,完美演绎伦理生长, 谁看了不说一句羡慕,祝福他们不忘初心,幸福美满。 我是悠悠,每天为你讲述明星背后的故事。